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随着秋冬季节的临近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报告说 由于今年的爱尔尼诺现象 也就是俗称的声音现象 于6月就已经开始席卷美国 因此预计到了冬天会变得更加强烈 并至少持续到明春初 其现象就会导致美国的北部地区 变得更加干燥和温暖 而南方则是更加潮湿和凉爽 这对于加州、德州、路易塞那州 和密西西比州等遭受干旱困扰的州来说 至关重要 凉爽的天气和更频繁的降水 也可能会让南方出现罕见的洞雨 雨甲雪等等 而对于北方地区 冬季风暴穿过洛基山脉和中西部平原时 预计会比此前温暖许多 不过个别地区依旧会出现严寒和大雪 具体的情况还要取决于声音现象的强度如何 前总统川普本周将迎来自去年秋天以来最繁忙的竞选季节 但这位党内的领先者已经确定会缺席第二次共和党初选辩论 此次的辩论会将于本周三在加州的雷根总统图示馆举行 川普则采取双管旗下 一方面巩固早期提名各州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争取摇摆州的选民 这位前总统预计将在今天下午前往南卡罗兰纳州举行集会 周三访问密西根州 在工会工人面前发表演讲 接下来会在周五抵达加州 在安纳亥姆举行的州共和党秋季大会上发表讲话 据熟悉川普计划的消息人士透露 周日川普会继续马不停踢的前往爱荷华州 举行一次党团会议的活动 并发表主要针对农业的政策报告 至今为止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都遥遥领先 只要不因为法律诉讼而入狱 其他候选者都很难撼动他的地位 今天上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确认 美国所提供的M1爱布拉姆斯坦克已经抵达乌克兰 并准备随时运往前线 不过泽连斯基没有透露第一批抵达的坦克数量为何 拜登政府今年3月承诺会提供31辆M1坦克 但五角大楼最初警告称 这可能会花费一到两年的时间才会抵达基辅 不过计划突然加速 军方表示预计所有的物资都会在未来几周内交付 而俄罗斯也没有坐以待毙 今天凌晨对黑海港口城市奥德萨发动了空袭 根据乌克兰的说法 这次袭击摧毁了当地的粮仓 并严重破坏了城市的港口 期间至少造成两人死亡 一家民用饭店遭到波及发生火灾 所幸当时没有人员在内部用餐 OpenNI公司在今天宣布 他们的聊天机器人ChatGPT将推出一项重大更新 允许用户使用语音与AI进行对话 并且发送图片来让人工智能联想或分析 而他们也为AI配备了五种声音 从而与人类可以进行日常的问答 OpenNI表示这些变化将在未来两周内向付费的用户推出 虽然语音功能将仅限于iOS和Android平台 但图像处理功能将在所有的设备上提供 不过专家们对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表示担忧 认为此举会对网络安全造成更大的威胁 请继续收听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